禅不可说 药山禅师 本酒不胜做说法 弟子都很希望能听师父的试会 好吧 去打宗教大家到大殿听法 师父 你为什么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呢 讲经有讲经的法师 说戒有说戒的律师 我是禅师 而禅师不能讲的 讲了也没有用 这怎能怪我呢 禅不属于过去 现在未来 它是本来如此 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